您好 歡迎收看6月25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蓮縣政府舉辦六個梯次的中高階主管訓練 舉行的節訓典禮 縣長徐中貴特別出席節訓 而且還參與共同討論 他除了期許各個局處可以充分發揮橫向公通合作之外 也欺騙縣府同仁們在吸收新知識之後 可以把SDGS理念付諸於縣政的執行 共同來打造永續的花蓮 花蓮縣政府在6月6號到23號辦理低调梯次 中高階主管訓練 全員雕訓各副局處長以及課長參與 課程邀請行政院 能源以及檢探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 公民參與佔領小組成員呂佳華老師來授課 總理講授SDGS概論、SDGS理論以及業務上的具體應用 個案分享以及討論等等 根據理論以及實務內容豐富 大部分主管人員前往參與 凸顯對永續花蓮議題相當的重視 既然許多表示 先扶今年度持續朝智慧城市有機花蓮的目標來邁進 透過智慧治理 運用科技大數據的分析 精準的效率的進行行政工作問與服務 那如果未來我們是不是能夠科長、副首長、首長 大家一起遇到在執行一個政策的時候 遇到問題就趕快來開會討論 來討論這個方向會偏掉 否則這個我們的政策是100分 下去的時候只要執行到30分 那真的是耗時耗力有走錯路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真的為什麼要做每一年要做我們所有的首長或是科長 我們大家的共識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沒有隔閡 沒有任何的團體能夠互相的了解認識 在我們執行跨數據業務的時候 能夠很好的很好的接軌 很好的把它執行完成 現在學生會最後其一年參訓的主管 透過兩天的陪地訓練 激發創新企劃力 並應用在工作及生活當中 同時就由不同的機關單位分組討論 加強橫向溝通 相信縣服團隊能夠更加的和諧團結 進入聚會和諧團